随着巴沙慈善夜的落幕,各位明星捐款的金额也变成网友们热议的话题,近日林心如被爆出,在今年参加巴沙慈善夜的晚会并没有捐款,同样去年林心如也并未捐款,这不得不被网友将其与其他捐款的明星进行比较,今年的巴沙慈善夜捐款最多的则是黄小明夫妇,也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,没法来晚会的王俊凯小鲜肉也大方捐款140万,不得不说林心如这对夫妇不仅上小鲜肉。 也有网友认为,没捐款可以并不强求,但是林心如夫妇当晚却出席,巴沙慈善夜被网友质疑,来不曝光度,同时林心如和霍建华说低调点,更是引起非议,就连老公霍建华也惨遭被骂,在机场面对狗仔,是一对猛拍,并手指指,更是被网友称心疼霍建华,帮林心如背黑锅,如今两段风波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不知林心如是否招架得出。 感谢观看